新加坡疫情趋稳 新加坡政府也宣布 扩大松绑防疫措施 从4月19号起 包括旧吧 夜店 KTV等等 所有夜间娱乐场所 将可以恢复营业 但只有已完整接种者 才可进入 受到疫情影响 新加坡夜间娱乐场所 被迫关闭大约两年的时间 如今终于获准重新营业 因此民众最常聚集的 Clocky这一代呢 每到了晚间呢 常常都会聚集 许多民众旁欢 有的时候甚至就连警察 都得出动 新加坡政府规定 夜间娱乐场所 每组最多只能有 10名完整接种者 业者在入口处 也必须检查 顾客的疫苗接种状态 无论是舞池还是包厢 室内依旧必须佩戴口罩 而在没有戴口罩的状况之下 依旧要保持 一公尺的社交安全距离 允许顾客跳舞的夜间场所 顾客都必须事先进行 由专人监督的抗云快筛 取得阴性证明之后 才能进入 尽管规矩一大堆 但是当地民众已经迫不及待 想约三无好友一起唱歌 不过夜间场所 开门在即 却也乱象重生 像是唱歌的时候 公众在包厢内 是否要佩戴口罩 业者说法 做法大不同 再加上进来因为货运延迟 各大酒商都在急着找货 应对高涨需求 人手不够也成为问题 随着防御措施松绑和边境开放 新加坡政府也大动作拨款 乌易新币 努力帮助旅游业复苏 不仅新加坡 乌节路将建造 亚洲首个可滑雪滑雪滑板的 三合一玩乐设施 如今旅游业者也开始 赠聘人手摩拳擦掌 就是要迎接疫情后的旅游旺季 以上就是缓运新闻特派记者 梅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 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 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 东协商情与政经法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